同学们上课了 你们在书上 就是我上次在讲那个暴力原理 我不是分成一个两组吗 一个是那个自选是基数除以二的 一个是自选是整次的 然后你们书上提到这两个名词 就是 就是Fermin 要用怎么样 就Fermin Dirac的统地理学 然后另外一个是Boson 要用底下这个博士Einstein的Statistics 这两个公式书上没有 你们把它抄下来 底下我给你们简单介绍 这两个函数很重要的特征 我想你们都知道 KV就是Bosman常数 KV是Bosman常数 就是物理的基本常数 那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个特征 我们来看第一个函数 我们来看这个函数 我们先看T等于0 就绝对温度的时候 那我们看这个函数总化 函数什么样的特性 在绝对0的时候 我们看 我们看这是 这是分模式0 分模式0 对不对 如果这是负的话 这是多少 分模式0 这是负的 这1减就是1小于μ 因为我上次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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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化学位能 对 就是化学位能 这个时候 这边分模式多少 分模式0 分子是负的 所以这个指数 函数是多少 4点 所以1除以1是多少 是1 所以在这个区 它的后然率是1 就占这能阶 这能阶的能量是1 然后占有这个能阶的后然率是1 那我们来看 如果1大于μ呢 分模还是0 分子呢 正的 所以这分 exponential是多少 是无限大 所以F1是多少 是0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子的曲线 那么看 如果温度 如果有温度以后 等一下我现在跟你讲 什么叫破敏能阶 破敏能阶的意义就是说 占有电子的最高能阶 占有电子的最高能阶 你们写下来 破敏能阶就是占有电子的最高能阶 所以在这个情形 在T等于0的时候 我们看 在T等于0的时候 破敏能阶在哪里 这边都是占有能阶 占有电子的 这边就空的 就没有 以上的能阶就怎么样 就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占有的最高能阶是多少 这个简写是叫 破敏能阶我们常常这样简写 这样会的吗 要记住 就是说 破敏能阶是占有电子的最高能阶 那么在看油温度的时候 油温度的时候 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情形 我们看 当 就能量差 就说 你的能阶的能量 比化学未能 差是kbt的时候 那这是F等于多少 分子等于分母 所以是指示行是1 所以多少 11加上1的1次方 对不对 这等于多少 1是多少 2点1次多 再加上 差不多3 我们把后面的小数点省会掉 3三分之1 所以多少 差不多0.3 对不对 0.3在哪里 假设是kbt 1在这里 1跟差 差是kbt 这是1 0.3在这里 差不多在这里 对不对 那么看 如果1 减掉 负的kbt 它在 比它小 比它小一个kbt 那这时候F等于多少 变成是 1的1加上 负1 对不对 所以这等于多少 差不多3分之1 差不多3分之1 3分之1 差不多0.3左右 0.3 0.3 对不起 1是 2点多 你们帮我 帮我估计一下 0.7是吗 OK 0.7 0.7是吗 所以这边0.7 是这样的函数 我画的肯太夸张了 所以你连起来 我画太夸张了 我把它画小一点 是这样一条曲线 提怎么样 对就有线的子不是等于0 我其实应该画小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就这样画 那我们来看一看 你知道怎么画的 照这个规则去画 然后这个叫透宽 就有了温度以后 有了温度以后 这条线 所以这里会透宽 透宽的大小 差不多是 透宽的大小 差不多是KVT 那我们来 有一个 我们带真正数据 通常在 对金属来说 对金属来说 这里到这里 差不多10个EV左右 10个电子弧特 对金属来说 那在室温的时候 是多少 室温的时候 KVT是多少 是多少 多少 你们都没有这 idea 要记住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物理现象 要这样判断 0.026电子弧特 这里到这里 是10个电子弧特 所以这条线 我画得太夸张了 这个才是0.026电子弧特 这里到这里 是10个电子弧特 所以我该怎么画 不要很窄 我画的 这个还是很 差不多这样子 这透宽一点点而已 你知道才0.026 对不对 就从KVT的范围 0.026 那两倍的话 是0.05 0.05 比起10个电子弧特 还是怎么样 就是看不出来 这样知道意思 这边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就是说 所以我们通常 我们在学统计力学 热统计的时候 我们通常参与 很多物理现象 常常跟温度有关 而且跟KVT有关 就是由这个原因来的 结果这一部分的电子 才会怎么样 这种态才会参与 很多物理现象的 很多物理现象 都随定于这个宽度 我简单跟你介绍 介绍到这里 那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注意 当你们在使用这个公式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化学位能 是随温度而变化的 化学位能不是个常数 你不同温度的话 化学位能是不一样的 那化学位能怎么定 化学位能是这样定的 化学位能是这样定的 满足这个公式 你知道这个公式什么意义 这是能界密度 你如果不高 你如果是不含 这个能界密度 如果你不含 你的状态 如果不含自选的话 这边还要再乘上二 或者这样写 就说每一个能界 什么叫能界密度 能界密度 在这个范围内 有多少状态 知道意思没有 在这能量范围内 有多少状态 那这数目叫能界密度 那二呢 是因为每一个能界 可以有两个电子 所以再乘一二 这样知道吗 每一个能界有一个自旋向上 跟自旋向上的电子 所以总共是 所以前面要再乘一二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个 那个 就是波面 包括电子 它的特性 另外我们再看 这个特性 如果alpha等于0 如果alpha等于0 1等于0 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还是变成无限大 那这种现象 当然实际上不会 实际上不会到无限大 但这告诉我们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怎么样 有个发散 就是说 当alpha等于0的话 1等于0的话 1等于0的话 通常是机态 在机态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它那个树木 突然之间怎么样 这个状态的树木 占有的粒子的树木会怎么样 会突然增加很多 那有些波索 它树木是不定的 有些波索 假如是粒子的话 它树木是一定的 你还是要满足 我刚刚学那个公式 我刚学那个公式 你这个积分 跟状态树木的积分 要等于多少 等于总粒子树木 但有些现象 例如说 像波浪 生子的话 这些就它就没有限制 这两个函数 简单给你们介绍到这里 底下 我们到书上 下面那一段 在一个potential位里头 我们有N个分明 然后我们看怎么样描述这个状态 那最后我们这边简化 把这个简化 就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然后底下我们要用到那个包里原理 我们要用包里原理怎么样去描述它的破坏数 那我们系统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我们在那个potential位内 这样我们解构 然后因为他们彼此没有交互作用 他们彼此没有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sit 就是把每一个粒子都加起来 这是每一个粒子的动量 这个动量都动能 然后这是位的部分 那这个问题 对每一个粒子来说 对每一个粒子来说 它的能量是这个 我这是你们照明书上用的符号 其实应该用在i的 不过书上用k 所以照着书上用k k地址 你们书上这样写 这里面书上是这样写的 比较完整的写法应该这样写 还记不记得 你们再复习一下这一章 我们在讲potential位的时候 它的i跟方前是什么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讲potential位 就是potential位的这一章 它的i跟位置是这样写的 i跟方前是什么 所以完整的写法应该这样写 我们这边加上k 然后怎么样 nk 这边的e呢也是 k 然后nk 你知道我这样写的意思没有 这边的k就是这边的n 像这个意思没有 就是说dk的 k是dk的 怎么样 dk的例子 dk的例子 对不对 然后它在nd 它是某个n的状态 那不同的例子的话 这个n可以怎么样 不同的例子n可以不一样 所以我写nk 我写nk 表示说不同的k的话n是不一样的 这样清楚吗 ok 那u呢 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函数 所以我这样写 所以u e k 然后nk 然后就是 这个函数是等于这个 就是 2 2 a 就是这个 sine 然后怎么样 a分之多少 nk π sk 可以了吗 ok 然后 1 k nk 等于 h bar 平方 π 平方 nk 平方 2 ma ok 好 你做我写的意思没有 ok 这两个呢 就是这两个 以前我们所学的那两个 的那个i跟n 跟怎么样 跟i跟放选 这样清楚没有 ok 那这个系统的总能量 这也是你们试上 这系统的总能 这是总 哈密通量 就这 这种的哈密通量 那1呢 1是总能量 1 然后 n1 加上 2 n2 加上 1 3 n3 就是把每一个地质的能量怎么样 把每一个地质的能量加起来 好 那你做谁 这第一个地质 第二个地质 第三个地质 这样会吗 第一个地质 第一个地质的n 这个n 这个n 清楚没有啊 每一个地质它可以在不同状态 总共有这些状态 那n是从 我们上次已经解决了 n是从1 2 3 一直到无限 这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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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我可以举个例 例如说 n1等于多少 n1可以等于1 那n2可以等于1 n2 我们看 是不是等于1 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看 如果n1 绿了 我举个例 例如说 n1等于多少 n1等于2 然后 n2 等于1 n3等于5 n4等于6 第一个例子 在第二个能阶 n等于2的能阶 第二个例子 在n等于1的能阶 第三个例子 在n等于5的能阶 这样清楚吗 还有没有问题 那底下我们这一节 就是说我们树上阶级 主要是讲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得到 满足 满足胞里原理的破坏数 那我们知道 满足胞里 就是说 我们要 这里有两个观念 可以这样用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刚刚我们那个 用 负面的 负面的 那个 统计力学来 来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 我们要从 那个 破坏数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有书上是在讲破坏数的 用破坏数 我们破坏数 假如满足胞里原理的话 破坏数应该要怎么样写 破坏数 那个书上就直接告诉你 就是说 用那个怎么样 用行列式来处理 用行列式来描述 这个破坏数 不过等一下 我会跟你讲 这个书上这样讲 不是很完整 那我们先用 我们先照书上 用那个行列式来 表示破坏数 然后我们来看看 用行列式来表示破坏数 它的物理是什么 书上首先用那个 两个咒例子 N等于2 如果是两个 对不对 我们破坏数该这么写 对对对 可以任意状态 我们现在讲任意状态 不管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破坏数都要这样写 我们还没有牵涉到 基态或基化态的问题 我们用N等2 N等于我们他这样写 U 这边我把那个 稍微等一下 我跟您补充一下 你们书上是这样用的 1 2 这边只有两个例子 这边只有两个例子 OK 这边你们书上 用这个符号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个1 小不小 这1是代表什么 没有 例子数目 有两个例子 所以例子1 例子2 第一个例子 但这1是代表两个量 每个例子不是有它的位置吗 这是位置 还有包括什么 对包括自旋 要记得 记得 不过你们书上后面 都把这个漏掉了 你们把 这边没关系 这边1是代表这两个量 2是代表 所以这破完字这样 破完字要这样写 你们书上 你们书上把这个漏掉了 或者这样写 或者这样写 你这个Sigma 就是说自旋 你可以写在一起 也可以写在这样写 也可以 你们书上把这个漏掉了 等一下我九个例子 那这是不管什么样状态 不管什么样状态 两个例子的话 破完是要这样写 我们来看 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想要这样写 有什么特别意义 你们跟我们讲好不好 这样写有什么特别意义 其实我这样写 还是不太 我这样写 对不起 这样的话 这个1跟1里面会分掉 我把它改成别的好了 等一下我举个例子 你们看 这样会比较清楚 比较不会 1跟2 1跟2不会分在一起 我们来讨论这个破完数的意义 这破完数里面 这破完数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们要从特殊的地方 对 1跟2 如果对掉的话 这破完数是什么样 要插一个符号 这样清楚吗 你说它必须怎么样 就反对称 就是说 破明 就是说 就破明子 它的破完数 必须是反对称的 所以我们用行列式来表示 等一下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要这样写 知道没有 为什么破完数要这样写 知道没有 因为包的原理告诉我们 破完数必须是反对称的 假设破明子的话 那行列式刚好 我们知道行列式有个特性 你任何行后 任何对掉的话 它怎么样 插个符号 所以变成 所以U 我这样写 U 你知道我写的意思没有 这边1 2 这边2 1 就1跟2对掉 它插个符号 那这是破完数 就是说 包里原理告诉我们的 必须要这样子 然后底下我举个例子了 我这个是A等于多少 等于2 然后B等于1 有没有问题 我换那个了 我用3 我用3 因为我要避免1跟2对掉 1跟2混淆 我用3 然后5 A等于3 然后5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话 1 A等于多少 1 A等于多少 在这里 A又跟这个A混在一起了 不过我想你们知道 我就不用另外写了 我写阿法 背台都可以 那我们看这等多少 右边那边 右边那边 2 M 这个A跟这个A不一样 我向你们自己自明一下 然后上面多少 H bar平方 π平方 然后N呢 N是 9 就是3的平方 对吧 对 然后U呢 UA呢 U和EA 等于多少 根号 2A 对不对 然后Sine 然后右边那边 A分之3πX 对不对 这样将写什么 对 然后B的话 你把它带 B就是你带 EB 这样会吗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所以这个函数变成什么 你们刚刚这边操了没有 然后这个函数变成什么 所以这是什么函数 对 我还是标Sigma 如果Sigma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2分之1对不对 然后Sine多少 Sine就是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A嘛 所以是Sine A分之3π 然后多少 我们等一下 我们先写好 X1 对 然后再Sigma1 对不对 对不对 Sigma1成的Sine 没有 这是空间函数 这是自选的 自选状态 那这边呢 这边变成什么 根号 根号 对不对 然后Sine A分之多少 这边 5 π X2 然后Sigma2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呢 1分之3π Sigma2 Sigma2 这样清楚了没有 这样知道什么意思了没有 弄错掉了 这边是我刚刚写多少 这样清楚了 这样会用了没有 知道意思了没有 那我们现在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来看 对这破坏是我们 我们来看几个特征 第一个 如果 EA 等于EB 都是相同状态的话 就A等于B 对不起 我这样写比较好 就A等于B 如果A等于B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就把它改成 刚刚这 我再改 把A等B 我这边换成怎么样 换成3 我这边换成3就一样了 对 那如果 Sigma1等于Sigma2 如果Sigma1等于Sigma2 这行列是变成多少 这样一点 那这表示什么意思 那我们知道 破坏是绝对指平方是什么 就发现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后来率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如果自选一样的话 自选一样的话 对不对 不能再怎么样 不能再同一个轨道 这叫什么 包里不相容原理 知道怎么来了 所以U等于0 对了没有 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形 我还是用原先的5 我用原先的5 对不对 比如3也一样都可以 我们看 如果S1等于S2 会发生什么显现 S1等于2 这还不会等于0 但在什么情况下 会变成0 对 以及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物理意 这告诉我们什么物理意 当自选相同的时候 当自选相同的时候 两个弟子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破坏是0 不然就是说 它后来率是多少 破坏是0 这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两个弟子的自选相同的时候 你发现这两个弟子在同一个位置 这同一个位置 对啊 后来率是多少 是0 也就是说你不会发现 就是说当两个弟子的自选相同的时候 这两个弟子不会在怎么样 不会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清楚没有 OK 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OK 谢谢大家